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 Publisher 这一套软体它的界面 您大致上因为已经很熟悉 Word Excel 这些画面 其实它真的大同小异就是 常用、插入、页面、设计、邮件、教育、检视 好了,考考你哦 这是不是跟Word大同小异,对不对? 也没有什么变化嘛 所以基本上来说 只要你会Word 我想这边应该没有什么很大问题 它少了 有没有什么是比较多的或比较少的 反正基本上你只要会Word 我想Publisher 可以很快的学会 但是在档案这个地方 它有比较多的汇出 汇出 而且汇出是以出版为主 然后接下来我们可能要把重点放在 这个插入物件 因为本来就是它的重点 而且大家都会 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必要特别讲 但是这个页面设计就很重要 举例来说我们要做那个大的海豹 这个时候可能80公分宽 120公分高 对不起,应该是90公分宽 120公分高 那你就是在页面设计这边 你要会把它设计好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大致上 可以发现以前我们会的什么常用底下功能 这边几乎通通都有 然后插入 插入主要的就是以外部的物件为主 好,现在还可以插入阅历物件这些广告 广告就是它里面已经设定好了很多那个类似smartart 只是像这些都是广告的那个banner 就是横幅 好,广告的一个logo的形式 好,那接下来 我们这些就等一下我们再跟各位分享 这个邮件就是合并列印 Word不是也是取名叫邮件吗? 好,所以真的大同小异 那接下来的这个地方呢 左边这边有一个缩图 这边就很像powerpoint了 就是假设我今天要做5张 或者是10张的一个小册子 这个时候呢 这边就有页面1,页面2,页面3,页面4 好,我想这边应该就是一个缩图的部分 应该还蛮容易的 那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实际的一个文件内容的设计区 就是 呃,例如说编辑区 编辑区 好,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去做一些编辑 那尺规没问题 尺规 尺规 然后它这边的尺规呢 它这边所呈现的是公分 公分 那你会发现哦 你会发现就是 在这个地方呢 它是用对折的形式来去呈现 这边这一页 然后这边这一页 好,那或者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说 因为卡片卡片有那个内容有正版面 只是它刚好就设计成正面 然后一个简单的一个卡片的形式 好,这是感谢卡 感谢卡 你在这边 你感觉好像只要把这个名 好,换掉 或者是你就直接用感谢名 ok 这样一张简单的卡片 基本上就做好了 ok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观看一下哦 那这个是一个简单的卡片的设计 简单卡片设计 所以最后最后输出的话 我们 就说这份文件我已经做好了 我就直接点档案 档案这里面 是不是有 那个储存档案跟另存 当然我们先来去看 了解它的一个格式 假设 我先放置在我D磁碟机 请各位哦 C碟会整个还原 所以D碟你这边 是不是先建立一个资料文件 方便我们上课去使用的 所以新增一个资料夹 好 例如说这边我就放 Properation 然后今天是2017124 然后接下来这边就是一个感谢卡 那可能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那可能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感谢卡 给各位观看一下我们的档案的形式 就是刚刚D叠 我们这一个的形式是PUB 它没有加X 它没有加X 好 那所以你可能会就是很好奇说 我们做好这个文件呢 我可不可以放到 例如说别的地方 也许是可不可以变成 例如说 PowerPoint或者是DOC 对不对 但是你应该知道像DOCX 或者是PPTX 基本上后面都有一个X 它没有那个X 那个X是我指的是XML 好 所以稍微知道一下这件事就好了 这是它取那个Pub 前面那个PUB 就当做是它的一个负档名 好 那例如说 好了 假设我现在了 我去开启 其实也没必要去玩这件事情 就是说 这个就是一个PowerRatio 做出来的一个档案 好 请你们现在就把这个文件 放置在低磁叠基底下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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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